而花莲胜地慈惠堂总堂一连三天举办了 0402台铁408次太鲁阁号事故普渡法会 而在法会结束之后将普渡物资全数捐出 而其中还包括了花莲石工所在内 而花莲市长魏嘉贤9号下午是前往了慈惠堂总堂来颁发感谢状 并且也感谢信众大德以及主委等人 慈惠总堂主委陈隆德表示 为了让罹难者安息伤者可以早日康复 慈惠总堂号召国内各堂举办一连三天的普渡法会 并且把500座的物资还有一万台金的百米全部捐出 为了要让这些往生的逝者可以安息 然后受伤的这些人可以早日康复 然后他们的建属家属的话可以释怀 没有遗憾 所以我们办了这个法会三天 我们有法会了三天 那我们的全省的那个慈惠堂 都会多的捐了一些物资 那我们就把这些物资送给我们的慈善机关 转身给弱势团体 市长威嘉贤亲自前往颁发感谢壮 同时也表示市公所会成立食物银行 将各界捐助的爱心物资汇集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 那今天也是有一些把一些物资的部分 捐给花莲市公所来做相关的应用 那我们再次要谢谢慈惠堂的所有信用大德 更感谢我们主委 那我们未来会将这些物资 第一个部分是给一些比较弱势的社福团体 第二个会把它 我们未来会成立一个食物银行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可以直接来花莲市公所 那领取相关需要的一个物资 那未来会妥善的运用这些物资 再次要谢谢所有社会的社会大众 来捐献这些物资 那我们未来也会针对弱势的部分 积极的来协助他们改善生活需要 需要的一些方面的部分 慈惠总堂捐赠给花莲市的物资 有100分的普度物资 白米是2000台金 这批物资也立即转捐给花莲县致病症协会 花莲县老人际家庭关怀协会 还有清洁队家境较为清贫的队员 建律会欢迎市报道 到底怎么家善什么 不知川普 你 宣财 去